有一个大师 他一直潜心苦练 据说几十年 他练就了一生 移山大法 他可以把一座山移掉 据说 有人虔诚地请教 大师 请问你用何种神力 才得以把山可以移开 我如何才能练此神功呢 这个大师笑道 练此神功非常简单 只要掌握一点 那就是山不过来 我就过去 现实世界当中 有很多事情 就像大山一样 你要说服别人 比登山还难啊 所以你无法改变它 至少暂时没有办法改变它 请记住了 当你改变不了别人的时候 你最好的方法 就是改变自己 所以只有改变自己 慢慢的才会改变别人 只有改变自己 才可以最终属于改变你自己的世界 山如果不过来 如果不过来 那你就自己过去吧 所以我们学佛人 要懂得放下 快乐 有时候是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没了 也就结束了 所以有时候要觉得够了 我们从小长到大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有多少快乐的感觉过去了 我们年轻的时候 有多少痛苦的感觉 现在也流失了 所以我们心中要无愧于人 我们不能欠别人的 很多人眼睛看不见 很多人残废了 很多人每天被病魔折磨的痛苦不堪 很多人每天想着自杀 想一想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 我们今天还活着 我们拥有正常人的眼睛 鼻子和身体 我们还平安地活着 我们身体还健康 我们还过着没有疼痛的生活 这难道不叫幸福吗 这就要懂得知足常乐呀 台长曾经告诉过一个人 一个年轻人跟我说 我很痛苦 我很烦恼 我告诉他 你很烦恼 你到医院去看一看 你就不会烦了 他说我对人间看穿了 我不想活了 我说你到坟上去走一走 你就知道 人 为什么要活着 你今天还活着 说明你还是有福之人 说明你还是有福之人 想一想别人看一看自己 你自然就懂得 一生所得的 一无所得的人生 迎接着是最后的悲伤 学会想得通 习惯 想得通 把人间发生的一切 看成是正常的 要习惯于失去 也要习惯于得到 这就叫 从鲁不惊 感谢